當天集會的地點正是對著愛爾蘭召開議會的大樓 有議員表示可以從大樓中看到法輪功的功法演示 法輪功學員還以學營展 向路人歇視中共對法輪功22年的迫害 當日的活動獲得了12位國會和地方議員的支持 執政黨發言人參議員馬爾科姆·柏欣來信表達支持 信中表示我強烈支持保護中國人權 法輪功修煉群體以及許多其他少數民族 繼續遭受中國共產黨迫害 愛爾蘭呼籲中國政府尊重人權 上週白欣在議會中譴責中共踐踏人權 他表示應該追究為北京行為辯解的歐洲議會議員的責任 愛爾蘭一萬多名律師組成的愛爾蘭律師協會 也報導了法輪功學員的活動 另外愛爾蘭上週還宣布 不會派任何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奧運